为了推动文化资产创新 让文创产业开花结果 文化部文资园区以1916文创工方为据点 结合台中文创育成联盟 共同筹办文创实验工方 2018年12月14号上午 在文资园区举办 曼生方文创实验工方年度成果展 将一年来研习、实验跟推广的成果 以自然、植物、纤维的元素 展现出传统工艺的多元设计能量 我们今天的展出是以文创实验工坊的成果展 来做展出 这样的一个实验工坊是 我们传统艺术的保存者 跟年轻的创作者的交流的平台 这一场成果展中 邀请令草边、兰胎七器、 客司、中国节、蝉花跟竹工艺等 多位国宝级大师参展 并且加入多个文创工作室 跟台中科大商业设计系 亚洲大学跟朝阳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学生的联合创作 让文创工艺业者能够跟教育单位结合 推动传统工艺的创新跟传承 他们学习精神非常好 认真的学习很快 看老师这样编织很专注 然后我们也跟着下去编 刚开始其实会搞不太清楚编织的方式 但其实编下去之后就会发现还蛮有趣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跟老师从编织之前的程序到最后完成 文化部文资局表示 这场成果展之所以称为慢声芳 就是要强调花蕾绽放 娇美自信的意义 显示对无形文化资产活化应用的期待 文资局将来也会持续举办相关活动 并且表扬鼓励优秀的1916文创工方业者 希望能跟工艺创作者一起努力 背负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导